最近FBI突然发力 去抓了中国的 揪出来中国的什么非法警察局 设立在纽约 还抓了一些代表 抓了两个侨领什么的 控告他们妨碍司法公正 我觉得FBI突然之间干一些事情了 而且找到很多也是反共的人都挺兴奋的 就觉得你看你看 给你们看厉害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已经很久了吧 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又回到 每次吧 其实我对 因为我是六次天门广场出来的 对吧 那对共产党什么样 我是非常清楚的 你看 那美中之间 它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拜登政府 他现在要推出一个计划 农园部 说是在十年以后 2032年 会有百分之三 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 美国的汽车或是电动 而中国占领了电动汽车电池 总供应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哇 那说明什么 如果美国一旦美国的汽车便实现到三分之二以上是电动车的话 那美国整个美国经济的搞完会牢牢被抓在了中国政府的手里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种事情你有多少个侨领能够替换过来 OK但是那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 那么第一为什么你看中国如果对中国来说 美国已经是他盘中的菜了 囊中的什么了 那为什么他还要去设什么秘密警察局呢 那你要什么拜登都给你了吗 或者你fly几个balloon过来就可以了吗 他又要去设警察局干嘛呢 还有就是那拜登又为什么要去不惜得罪中国 还要把他们的侨领抓起来呢 对你看这个侨领抓起来这个事啊 你看他抓起来罪名是什么 罪名主要两项 第一项呢是傻 第二项也是傻 为什么是这样 你看第一项什么 第一项就是说他是非法代理境外机构 你知道你如果你要代理一个境外机构 比如你帮境外机构做事 你要在美国政府登记注册的 那哪怕你带着一个境外的反共机构 境外的一个支持美国第一的机构 你也要在美国注册的 你不注册的话 那么你就是违法 就是美国这边就是犯法 那么他建这个秘密警察局 那不就是违法吗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说他抓人 他打人他怎么样呢 他没有一些具体的那些严重的犯罪罪行 他只是说他起诉他的罪名 是说他非法代理境外 这不是一个很特别严重 更多像是商业方面的一个 就是你没有去注册来经营 对 你说的对了 就是他一个 当然他也不完全是商业 还有一个也是与国际政治有关 但是呢 他没有说你是间谍罪吧 对不对 要间谍罪就不得了 我们有多少 你看那个 把那个美国的技术 拿到中国去被以戒谍罪起诉 那就非常严重 对不对 但是呢 第二个罪名是什么呢 第二个罪名是这个人 自己跑到厕所 卫生间里蹲了20分钟 自己把自己给自己 摟了一个罪名 他跑到厕所 拿手机 把他跟那个中国领馆 什么那些通讯那些记录 全部都删了 那么你删了 你也跑不掉 人家都已经掌握你的罪名 所以他删了这叫什么 这叫妨碍司法 哦 所以他自己 自己捞了一个罪名 这个罪还是个重罪 还是一个feilony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但是我刚才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那中国又何必要去 设什么秘密警察局呢 对对对 好我来给你解释 这样的 中国他有这个 这个党下面有很多部门 对不对 他每个部门 他对海外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中呢 比如说他的统战部 比如说的侨办 那么他们要干 或者是结合公安部 什么国安啊 国保啊这些 那么他们要干什么呢 他要监视海外华人 他要管理控制海外华人 那这个任务呢 你说与美国 就是说 他与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 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这是他的习惯 哦 而且呢 他要确保自己 比如说法轮功 你去给我讲 讲我的那个坏话去 那我不能让你去讲去 这方面是他所关注的 那这个东西 对美国和中国之间 根本的利益冲突呢 影响不是很大 哎 FBI花了一句去抓去 抓了以后 这叫什么 这个伤害性不大 宣传性极强 啊 这个很符合拜登 一向来的所作所为 对啊 跟中共之间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左派 为什么叫美共 它俩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前段时间 那个 那个 陈萨基 那个 那个原来的那个 有的直接文 叫陈萨基了 对 那么 他的就是那个新闻发言人说什么 就是说当时 就今年 二月份 拜登要做国庆资文 他说什么 就 tell the story 嗯 跟中国宣传部 那个 那个 中共宣传部说的 讲好中国故事 不一个道理 都是讲故事 所以你知道 他们习惯都一样 哎 两个人在那去闹 两个人 两个在那对 因为无关的事情在那吵 啊完了 为什么我说这帮海外民运者 民窦们秀智商呢 与他们自己根本利益 与反共与灭共 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们在那给的鼓掌 高兴兴奋的不得了 啊 就跟打了马飞似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就是 这个说他们是蠢 就在这里 那 刚才我说什么重要 像比如说那种 呃 汽车电池 那是真重要的 这个这方面呢 美国是 每一个决定几乎都对中国有利 嗯 所以你就明白了 那 所以现在感觉就是 拜登 伪政府跟中共 其实里面是在互相勾结 意义相通 但是呢 下面的人 却成为牺牲品啊 因为那些 呃 在美国做生意的 那个被 被抓的侨领 他们是真的被抓被控啊 他们不是当了牺牲品 当了小丑吗 对 他们这方面 我也不能说他们做了牺牲品 呃 怎么说他们也是最有应得 说句实话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们华人圈的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就是针对华人的 海外华人的一个政商文化 什么叫 这个 我什么意思啊 嗯 你看这个侨领 他为什么给中共办事 你说他真是说 我想搞 搞烂美国 我想 呃 这个帮助中国共产党去推翻美国政府 我要跟你说 他未必 嗯 他是中国的一个 当然有没有这样的人 肯定有这样的人 那是那是另外说的 但是 跟中国这边就眉来眼去的 可是比那种 真正是想毁掉美国 为中共毁掉美国的人 那是多的多的 比如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啊 那么 呃 我们关系都很好 也是个基督徒 他在美国这边就开饭店的 饭店的开了好几个大城市都开了 完了呢 做的生意是风生水洗啊 做的非常好的 而且他这个生意呢 呃 与中国政治美中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你做一个中国餐 你开一中国饭店 对不对 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但是呢 他除了开饭店以外 他特别热衷于什么事情呢 就是到了逢年过节 特别春节那段 回国去参加活动 完了又捞一个他当地的 一个什么 我忘记是应该是政协委员 他他本身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呃 他不也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政协委员 反正他给他一个挺挺挺挺棒的一个名誉 我这个对这个中国政治 我都好多年不关心了 然后呢 呃 比如说到了什么 啊 还有国庆 所谓的所谓的中共的国庆啊 就10月1号 什么人民大会堂的什么 那个宴会厅啊 举行什么国宴 要去参加 然后这个什么 春节晚会啊什么 反正就类似这样的要去 就是 我总结他 他这辈子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先 在美国 与中国他 巴掌的打不着事 他先商议做成功了 然后开始什么 他就参与乔务 啊 给这个捐钱 给那捐钱 这样引来注目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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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呀 这也好啊 然后怎么办呢 回国参加活动 最后光宗耀祖 他就是这种文化下面的这么一个 呃 一个习惯 一个政商习惯 而这种政商文化呢 当然了 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你 说了 咱们说这个 啊 找你过来 我们谈一谈哈 这个 呃 王先生啊 呃 我们这边有些任务啊 能不能你在海外 你方便呢 我们不愿不便 执行 你就给执行 他怎么办 那有很多人 他真的傻了呼吸 就坐去了 那最后你就是犯罪了 对吗 把自己前途给搭进去 像这个 这个 据说能判到20年 当然也 也可能会侵判 哦 就是他们发了财以后 总想要当红顶商人 是吗 有点那个劲 他就跟胡雪原 红顶商人 你这个话说 引用太对了 他在海外还要当那红顶商人 而且还要到中国去红去 对 胡雪原 你们老乡嘛 杭州人 对 真的是有意思 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我就说 这次他给这种 海外华人的政商文化 和习惯是一种警告 你没事 别跟那边眉来眼去 该做你的生意 做你的生意 该回去探亲 老老是回家探亲去 对不对 你就是 而且不要忘了 你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了 你已经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了 你要效忠美国 但是那个国家 你曾经是你的母国 这个国家现在目前 以美国为敌的